这个圣诞节马上就要来了 今年吉米博物馆 也延熟翁翁年的热度 再度准备到一会儿的圣诞就罩活动 要来跟民众当座的庆祝 在公共上会点出到一张 管13公里的圣诞书 在每天的晚上都会来点顶 提早为今年的圣诞节来查立气氛 为了要来饮着圣诞节来到 当时也是延熟既年的热度 今年吉米博物馆 一种要对12号开始 古板第一顶的圣诞酒罩活动 准备到丰富的奇迹 煮火还有饮着香烟顶顶顶的行务 要来给大家分享 大家非常喜欢的圣诞市集 今年有80几摊 非常多的圣诞特色的摊位 比如说您可以拿到 可以喝到就是热红酒 就是非常传统的圣诞节 一定要喝的饮料 或者是说肉桂卷等等 那还有圣诞舞会 会在我们大广场举行 那去年大家非常的开心 那所以今年也很希望大家可以再来这边一起共舞 会在户外的大草原 举办户外的电影 这些电影主题全部都是跟圣诞节相关的 那大人小朋友的电影都有 然后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在外面 比如说您可以野餐 然后很轻松的看着这些电影 刚才说到最上的华东以外 都是在关来 竟是有期间判定的电影 今天华东有着动态 也有静态的部分 我们有一台台台湾第一台 管风琴 也就是已经140岁了 这一次是首次在博物馆演出 所以只有在圣诞节这个期间 活动期间有演出 所以大家来千万不要错过 还有三把非常有故事的小提琴 也就是这三把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或者是在被纳粹迫害的期间 或者是有白色恐怖期间 而制造出来的小提琴 那这个是他们都在艰困之中 还希望可以用小提琴的音乐来温暖自己的心灵 或者是找到一点希望 那这三把小提琴也是在这个期间才会展出 另外一个最大的重点 就是在公团上的这张圣诞手 关十三公图的外观 不只是上当的美类 每天到晚上竟是都会专门 去应料大家的注意 也真挑撩摩摩杰的氛围 今年的主题特别是以圣诞老公公来了 这个为主题 然后希望圣诞老公公可以带来希望跟祝福 所以我们在圣诞树上也装了一颗薄力痕之心 每个观众可以来这边好好欣赏这个圣诞树 然后希望他能够为大家带来一些希望跟祝福 薄力痕之心的这个圣诞树呢 平常的话它点灯时间是五点十五分 一直到晚上的十点钟 那一直会展出到元旦的时候 所以呢如果您在周末的时候 没有办法来的时候 平常也可以来这边拍拍照 然后享受一下异国的圣诞风情 对欧冬吃23号有圣诞酒吧的外观以外 另外在后一个酒吧家旗也还有剧本 在学校的面证 我们当时回来提早过多 在台湾也能享受到国外圣诞树的氛围 现在可嘉明您的苦彩逢不得 嫌疗